每個都要我講李柱銘 退選 今年就 他說他還有幾個月才夠七十 六月才夠七十歲 大哥 那就馬上七十歲 我們中國人 大哥說虛歲七十二的了 阿蘇 我在台灣叫他做阿伯 即是孔夫子說 吾十有五 吾十有五 有子於學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華 五十而止天命 六十而異順 七十而從心所欲 不如舉 到了七十歲的時候 就是你可以從心所欲 不如舉 即是不如月的人生的規範 然後你做你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但是不是硬硬硬著那個位置 所以七十歲不選 你以為大陸 現在 所謂中共的領導人都定了一條年齡的底線 就叫做七上八下 今天我跟泛民主派的議員開法會的時候 我講七上八下的時候 第一時間我都沒講完 說有沒有搞錯呀 七上八下 即是七十歲才上八十歲 我說七上八下 即是五十七歲上 六十八歲下來 這個五十七歲 六十八歲是指政治局 即是說在那個中共中央的那個權力核心 他定了一條年齡的界線 就是你五十七歲就可以入政治局常委 但是六十八歲你就要退下來 所以曾慶紅在今次的黨代表大會裏 十七大他就要下來 因為他六十八 六十九歲 對不對 那些人說他是江澤民的人 江是失勢諸如此類 怎樣都好 他到了那個年齡的界線 你不能做的 吳邦國 還未夠六十八 他就可以做多一屆 做完這屆他七十多 他收工已經不是八下了 是說你最後那一屆 你可以入到政治局常委裡面 你那個年齡如果是在六十八歲以下 你都還可以博夢 現在接近六十八歲 或者六十七歲 六十六十五那些 有吳邦國 有這個現在的胡錦濤 這些都六十幾了 但是胡錦濤當年是最年輕的一個政治局常委 1989年他是西藏自治區的黨委書記 那時候已經是政治局 所以他是鄧小平隔代陰典的 就是中共的領導人 所以十六大十七大兩屆加起來 他是做十年的總書記 但是之前在十五大十四大 他已經是政治局常委 他是最早一個 他是比現在習近平和李克強 做多了一屆的政治局裡面 現在習近平和李克強 都是五十出頭的人 他現在這一屆十七大 他是政治局常委 排名是差一個位的 現在一個就是國家副主席 管香港 另外一個就是做常務副總理 下一屆就是國務院總理 然後這個習近平就會做習總書記 香港人叫他就麻煩了 習總 國語讀的史總書記 史 所以就奉獻現在香港的柴子 最好就是學定國語 否則你就侮辱國家領導人 即是五年之後 習近平和李克強 就會在政治局的練習 練習都很厲害 政治局常委來的 英文叫Standing Committee Standing Committee Standing Committee 這是政治局的常委 只有九個人 這九個人是管整個中國的 十三億人 OK 習近平五十出頭 李克強五十出頭 他做了這五年 都是五十中間 好像我們這樣的年紀 再做十年 剛剛好 就是六十八歲又下來 這個就是那個年齡界線 共產黨都定了一個接班 或者那個權力的承傳 他有一個年齡界線 當然他沒有一個民主制度 但是他有一個年齡界線 中國共產黨的權力核心 他就會變成整個中國的權力核心 所以我們看到 十七大開完之後 接著就要開人大政協兩會 這次是換屆的 換屆的人大 就要選這個國家領導人 因為胡錦濤、溫家寶 胡溫這個領導層 是做了五年 所以黨和國家 基本上是要分開的 但是在中國大陸 就是黨大於國 OK 總書記做國家主席 在政治局排名裏 排第三那個 做國務院總理 排第二那個是人大委員長 接著排第四那個是政協主席 現在排第五 這個國家副主席 這個曾慶紅 排第六那個是李克強 尚武副總理 那個位置大家分好了 最重要就是黨 那個權力分配 大家通過協商 現在呢 就類似某種程度的集體領導 就不是一人獨裁 在鄧小平的時代 毛澤東的時代 是一人獨裁 到了江澤民 他都嘗試一人獨裁 但是在鄧小平未死的時候 他是鄧小平的領 鄧小平死了之後 他有一段時間 大約兩三年 他可以一人獨裁 跟著下來 你都是要集體領導 對不對 所以未來的中國的形勢 但是你看到一個領導人的接班 就是他已經定了一個制度 這個制度 一個年齡的制度 是很可笑的 所以我上次在香港大學 講關於台灣大選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去台灣看選舉 就是看選舉之前幾天 我說最近都在選國家領導人 3月14日最後一次人大會議 已經是選國家領導人 台灣又在選總統 中國大陸又在選總統 英文叫總統 中文叫國家主席 三千個人大代表 一個候選人 等候選舉 二千九拍很多票 當選有幾票棄權表 他就宣佈高票當選 大家人大代表股長 那些候選人在台上坐在那裡 那些選民在下面坐在那裡 這個就是中國的選舉 OK 那我就問學生 你要這種選舉 還是台灣 還有一個primary election 打餐飽的先 民進黨自己四大堅亡 是不是 那麥英九就不用了 沒有人可以跟他捏 打完初選之後 再出來兩個抽 搞了半年 到最後馬英九贏二百多萬票 很熱鬧 你要這種選舉 很有爭拗的 互相攻擊的 甚至抹黑的 打餐飽的 另外那種就不用了 成班牟利 那些橡皮圖 都是機器人 都入了選票 最後就是胡錦濤 做國家主席 你要哪種呢 如果有個年輕人告訴我 大陸那種都挺好的和諧 快點 這些人你不用對他有什麼指望 是不是 簡單的道理 如果還有些年輕人告訴我 大陸這種選舉都挺好的 那你快點扑街 是不是 你不要做人 免得阻礙地球轉 要你這種年輕人 就令社會危害 我告訴你 很簡單的 這個是 我又不喜歡左兜 右兜 年輕人應該要什麼 年輕人 大哥 這個是非你都分不了 你說台灣這種不值得學的 天天吵架 又暴力 最近選完之後 民進黨的死狗 一聲都沒有 是不是 香港那些保皇黨 有沒有人再出來說 台灣這些民主政治 是黑金政治 台灣這些民主政治 是民粹政治 英文叫properism 他又不知什麼叫properism 人家說他又說 民粹政治 最典型那種部民政治 就是共產黨 文化大革命的時代 我告訴你 那些就叫民粹 這些叫民主 民主當然會跌跌撞撞 民主當然會有很多負面的東西 歸根結底就是制度 到最後歸根結底就是制度 到最後歸根結到人民的一人一票 我是不讓你問 民主黨繼續執政 你吹什麼 就這麼簡單 我拿著小本就吹你這樣 是不是 平時我可能吹你不這樣 我八年整天看你 阿扁錯了嗎 阿扁錯了嗎 阿扁有什麼錯呢 他真是吹你不這樣 那現在阿扁錯了 阿扁之後你要被人抓 阿扁 是不是 這些就叫做民主 OK 是不是 即是你香港這幫保皇黨 一聲都沒有人出的 民主黨回到來 民主派那些 不回到來 歌頌台灣的選舉 好像怕台灣有勾結 我不是 4月6號 這個馬英九的後援會 在香港舉行慶功大典 請我去做主持 我是摸到去 我的西瓜靠大邊 真的 是不是 即是這些是非黑白 很清楚 如果你還說 是有些 阿扁過 經常喜歡 阿扁過 凡是那些人跟你說話 都喜歡 阿扁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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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扁過